今天中午,网友在论坛里爆料,这大一保安被外卖小哥刺伤了。一个外卖小哥急着进紫金港校区送餐。保安人员说,必须要有身份证登记才能放行。外卖小哥拿不出身份证,一刀捅在保安胸口。 5月7日中午,浙大紫金港校区龙宇街出入口发生一起伤人案件,经初步调查。外卖员刘某驾驶为悬挂牌照的电动车与执勤保安就持证进出登记问题发生争执。 争执中刘某从电动车储物箱中拿出一把水果刀刺伤保安于某。随即被现场其他保安控制,目前,伤者于某已送往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嫌疑人刘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了解到,浙江医院三吨院区CT检测报告显示患者前胸部贯穿伤。 目前手术刚刚结束,患者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主刀医生浙江医院浦外科张春杰副主任医师介绍说,最主要的一刀是前方刚好把胸骨部分刺断。 CT做出来发现,刀尖刺进去有5公分左右,刀本身大概有20公分左右。 还有项部有一个切口,大概宽4公分左右,也很深,一直伸到颈椎。 张医生连呼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如果再伸一点点,就会非常危险。 现在身体平稳,没有太大危险。 早前,浙江大学学生CC98网络协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紫金港校区一外卖人员进校时没带身份证件。 不服从保安管理,后拿刀刺伤保安。 据学校保卫处最新消息,受伤保安现已送到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很多同学都在微博下留言,饿了么外卖小哥持刀捅上这大保安。 有网友对饿了么外卖平台的管理提出质疑。 目前,饿了么还没有回应此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